请关注 小布点儿 早 早 上车吧 我们去录音棚 夏晓宁 现在是上班时间 今天是默不语要录音的日子 心机 是工作 小心头 一 二 三 你换到三瓶试试 换到三瓶啊 你再听一下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这个好不好 顾总来了 正好我们换了新话筒 好的 刘哥 刘哥 向晓宁 你也怎么来了 不好意思啊 不是说有重要角色 再叫你来的吗 这是别人包场 走走走 不是 我 这是我女朋友 以后她会常来的 夏女士 好好好 那我先去忙了啊 你们有什么需要再叫我 好的 你们忙 忙 她 认识啊 她之前找我试过几次音 你怎么跟她说我是你女朋友啊 难道不是吗 你不怕他们出去乱说 放心 我会交代他们 他们不敢乱说 不怕他们 你不是应该带你的女主角过来录音吗 你忘了 你是莫不宇指定的唯一对接人 我记得呀 记得清清楚楚 那 莫不宇邀请花晓宁搭戏 可以吗 既然是莫大大的邀请 我作为唯一对接人 怎么敢不接受 我们 还是赶快工作吧 我说 莫大大 请多指教 夏老师 那咱们就开始吧 来 情不知所起 一往而生 生者可以死 死者可以生 生而不可于死 死而 可不负生者 皆非情之质也 谁惹你伤身啊 一身男装 不明旧里的人 以为一个男人在此中 哭哭啼啼 京觉相思不露 原来之音 已若果 莫不是妹妹读书封魔了 论语当中 可没有这一句话 妹妹思的是何人 你为何突然出现 在此饶我 是你自己读书出神了 现在都怪习我来了 梦短梦长 居是梦 梦短梦长 年来年去 是何年 但是相思莫相复 牡丹亭上三生梦 一人姐 女主人选入围排名靠前的几个人 已经出来了 顾总看完觉得怎么样 听完录音都不是太理想 但还是通知了对方下午过来试音 顾总是不是有点太严格了 你在公司待这么久了还不了解吗 只有找到最合适的那个人选 她才能满意 对了 顾总还没回来吗 回是回来 那个夏晓宁也回来了 说是跟漠布与佩音去了 跟顾总一块回来 颜然姐 咱们何必大费周章地在外面找呢 我觉得您就很合适 我 您看您在剧本上写写画画的 比任何一个人对决策的理解都深 而且顾总又是默不语 这部剧 如果是您和顾总一起配男女主 那戏里戏外都是最好的组合 我和顾总 对呀 你别看 现在夏晓宁在顾总身边出尽了风头 但她终究就是个配女二的 一旦您竞选女主上线 那到时候 还不是你和顾总对感情戏的机会更多 等一下 有事吗 我找谢总 预约了吗 找谢总以后都得跟我预约 我是咱们公司 我不管你是什么 都要预约 这个是新规矩 好 姓名 汪州 我 姓名 很难看出来吗 请你认真回答 好了 马上到谢总的早茶时间了 她现在没空 你二十五分钟之后再来吧 我 好 这里是关于谢总和公司的注意思想 姐姐加油 我在网上查到你之前投出的简历 你似乎想要的职位是服装设计 而且你学的也是这方面的 那当秘书对你来说 会不会太委屈你了 这是 你直接打上面的电话找她 就跟她说 我是金鸟推荐的 你过去不仅有人带 而且薪资也会比现在更高一点 这也太好了吧 可是 可是为什么 我只有一个条件 你推荐我去波罗接替你秘书的职位 而且我只要你工资的一半 怎么样 还不错吧 十天我就让你走人 金秘书 早茶时间 一杯英式奶茶 三分奶 七分茶 茶要伯爵茶 不要糖 要严格按照比例 您的早茶 她怎么知道是饮食奶茶 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会通灵 会通灵 那个 行 你先出去吧 中午之前把会议内容给我 好的 谢总 她怎么知道我喜欢和英式奶茶 看来她是真的很喜欢我 太过优秀也是一种痛苦 这种痛苦 谁能了解 太过优秀也是一种痛苦 这种痛苦 谁能了解 这 还不错啊 我想与你最在这三月的春光里 我想你能用你最深情的目光 注视我 还有几个人没适应 今天还有三个 感觉都不太对 声线和情感都不契合的 这样下去不行 其他角色都已经开始录制了 女主到现在还迟迟没定下来 女主所有的戏份 都要靠别人搭戏 这样下去不但会影响质量 还会影响进度 是 这个我明白 不如先把后面听完吧 妖人姐 你不如去给大家做个示范吧 我 顾总 我听过妖人姐念女主的胎词 我觉得特别好 不如让妖人姐试试 也让大家找找感觉 妖人 想当年你的业务 可是数一数二的 来 给大家做示范 怎么样 顾总 可以吗 去试试 好久没路了 行 我去试试 走 看会儿 你的手 你也得到我 你听得到我 我 学来 吗 你听得到你 我说你听得到你 什么二你都要 了 你听得到你 这都是恶事 para behalf 好 我想你哪儿 用你最深情的目光 注视着我 顾总 不错啊 我觉得 郝总的这个女主角念白 是我到目前为止 听到的最有感觉的 郝总 您配菜太好了 感情充沛 声线把空力也很强 专业没落下 不错啊 行了 别拿我打去了 不是啊 郝总 我觉得郝总您就可以 非常合适 我们还选什么呀 燕燃姐 我可是看过你的剧本的 上面做了个认真的笔记 我想 你一定很喜欢这个角色吧 确实 这个角色我的确很喜欢 不过 燕燃 如果你想重回配音圈 这个角色你的确很有竞争力 我建议你 认真考虑一下 好 我会好好考虑的 不如让郝总再录两端 发到网上 给网友们听听吧 我觉得可以 真没想到 这郝总的专业能力这么强 太意外了吧 这波罗 真不会是专门做音频的公司 这老板 各顶各地厉害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我听说 郝总在学校里 就是配音专业的 而且还和顾总是一个学校 两个人经常在一起配音 还拿了不少奖呢 真的假的 那也太浪漫了吧 如果郝总和莫不宇搭在一起 那肯定又是配音界的一段佳话呀 晓宁 你说是不是 望穿呢 是我们公司的重点项目 所以 我还是觉得严肃对待比较好 论拉C P 除了会给八卦增加谈资之外 我觉得对项目本身 应该不会带来任何好处吧 那会儿 莫莉姐 我先走了 到了 谢谢谢总 还不下车 我真不回家 车也让你蹭了 是杨阳 不要再跟着我了吧 她怎么会和谢总一起回家呀 你总要回家的 拜拜 谢总 跟你们家金瑶说 离那个花星大了我远一点 我先过去找瑶瑶 你回家等我 我有事找你啊 你们两个什么情况啊 一起下班回来 进展迅速啊 喂 总是招来 事实上就是 我在汇报工作 你们两个有什么工作可汇报 可以 那可多了 大事小事 工事私事 我现在可是金秘书 你到我们公司上班了啊 对啊 还不是跟你学的 你说的啊 晋升人太新的乐对吧 这样是 我不管 亲闺蜜 你得帮我 一定帮你 快快快快 你上次说绝对认真还不到一个月 你认真的概率可真高啊 谁跟她认真啊 是她死心塌地的队伍过于认真 要怪就怪我魅力四射 一不小心辐射到了她 但优秀也不是我的错啊 惹上这么个麻烦 我简直生不如死啊 她可是晓宁的朋友 我会把我拿走 注意把握分寸 你不知道我多有分寸 可是甩不掉啊 不然你帮帮我啊 公司的钱都在你那儿 我没法为你的优秀买单 不许 我不能在这里认她宰哥了 我今晚就得搬走 考验你是不是重色亲友的时候到了 不准告诉小宁啊 你到现在还在装无辜吗 你到现在还在装无辜 你说我这个重音是在 你到现在还在装无辜吗 还是说 你到现在还在装无辜 我这重音是在现在还是在无 用功不是这么用功的 你看看现在几点了 你现在最重要的 就是放松和休息 可是 我今天听过郝总的声音以后 我是真的觉得她很厉害 我跟她比真是差得太远了 她是科班出身 你是半路出家 不可以这么比的 不用紧张 我不是说紧张 我真的是觉得郝总她很厉害 如果郝总演女主角 那过两天我就要和她一起搭戏了 我真的不想跟她相差太多 你这是在吃醋吗 没有 没有 我是说认真的 跟我来 干吗 干吗 你看这些小鱼 他们好像都长大了 是啊 他们吃这鱼食 一天天慢慢长大 养分呢 是需要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 配音也是如此 需要长期练习 突击起不到任何作用 那你的意思是说 我比不上郝总 你看这条鱼 它是这里最小的 但依然很吸引人 这就是你 依然很光彩夺目 你不用跟任何人比 你的配音 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 独一无二 就是你的优点 况且你在我眼里 就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你占我便宜 那你也可以还回来 隔壁是在干吗 拆家吗 不是拆家 是在搬家 搬家 为什么要搬家 她说不能让你知道 那可不行 我要去告诉瑶瑶 这老姑 本来想跟她打声招呼 这么早就睡了 为了不让你告密 现在我不能放你回去 再把她打声 能让你当好 如果让她打声 那她就喜欢又 让我去那时 再说一滴 要我得到一等 得到了用户们的一致好评 剩下的配角也拟定出了人选 大家可以先看一下 接下来我们要录制的 是女主和女二号的片段 各部门要做好准备 另外 我代表制作部 对郝总愿意为了项目 重回配音圈表示感谢 我应该感谢大家才是 感谢大家给我这次机会 郝总这样说就太谦虚了 郝总的回归 已经上了我们菠萝首页的热搜了 刚才各位已经收到了 今天要录制的忘川片段 散会 十五分钟之后 正式开始录音 你到现在还在装无辜吗 你到现在还在装无辜吗 现在只有我们两个 晓妮 过来坐呀 嗯 嗯 好 我们准备开始吧 晓妮 我 我 你 我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你 我 我那一日在众人面前 用剑刺向子萱时 你们之间的恩恩怨怨 就已经结束了 而我这一次 也不会再让步了 我刺向他 我为什么要刺向他 难道你不清楚是何原因吗 都是因为你 因为你 李穆涵 我 难道不是你步步紧逼 才让我和子萱 不得不承受世人的猜忌 才让子萱陷入不仁不义 李穆涵 你到现在还在装无辜吗 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人 你不用行刑作态 好 你不让我见到他 那我就先杀了你 你可以杀了我 但就算你杀了我 子萱也不会再见你 我要 我只要顾子萱再也见不到你 我仲二 尔宇 你怎么了 你这前面都不对啊 你不用太紧张 我能理解 信任吗 对不起 燕燕姐 但可是你前面的那些台词 和剧本上标注的 好像不太一样 那可能是我太进入角色了吧 忘了顾紧你的感受了 可是小妮 配音不是朗诵 配戏你是要融入人物的情境 去把你的情绪自然而然地表达出来 而不是拿着台词照着念呢 我是可以配合你 去放缓整体的节奏 但是整个项目拖不起 我需要你理解一下 对不起 燕燕姐 大家先休息一下吧 还是先停一下吧 燕燕你今天的整体情绪也不太对 通篇节奏有点赶 你们第一次磨合 需要多点时间再找找感觉 小妮的情绪全都不对啊 她可能是有点紧张吧 没事 小妮 你毕竟是新人 经验还不足 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 别急 我可以陪着你慢慢找感觉 谢谢燕燕姐 你们第一次对戏 还是需要再磨合的 燕燕这样吧 你出去休息一会儿 我帮小妮打打戏 帮她找一下感觉 现在的新人 真是很大的气象 什么都没准备好 就敢跟老师打戏 也不知道 该说是她有进取心 还是好高骛远 新人能有顾总亲自来指导 也会进步得很快的 准备好了吗 开始了 嗯 程律 你今日来的目的 我自然是知道的 我是不会让你再见子萱的 真的很少见到 顾老师这么用心地 教导一个新人 看来是很看重夏小宁了 顾总是怕她耽误进度 多费些心 教导一下也是好的 又找我来干什么呀 不是都跟你们解约了吗 真是飞气 这什么呀 把砖啊 自己打开看看吧 你这什么意思啊 我可跟你说啊 我无功不上路的 这次闹得这么不愉快 的确是我们的不对 不过现在这个状况 你也知道 我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 能够给到你的补偿啊 只有这行 行 算你们有点良心 其实啊 我一直都觉得 您是最适合女二号的 您想想 她一个新人 凭什么能胜任女二那么重要的角色 这个我们不说 你也都懂 我们也没有办法 我就说嘛 以我的实力 怎么可能会输给一个新人呢 是 我是最看不得 让公司变得乌烟瘴气的人 是 郝总 在你们公司 也就您 又有能力 又公平公整 这我倒不敢打 我不过就是为了公司能好 为了项目能好 这次叫你过来 其实是有件事情 需要你帮忙 郝总您放心 就除您这么认可我 您的忙 我帮定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什么画面 配上你的神仙 你许愿 我都为你实现 虽然不曾看见 幻想你的脸 就让我 醉了半天 大了心血 你冷酷的深陷 想热烟 却又那么永远 你给我的留言 再听了一百遍 听起来 真的很甜 为我解下最完美的开头 不经意的邂逅 等候是谁 忍不住先开口 解锁成就 为牵你的手 就做朋友 漫长的等候 星辰的温好 好像被拥抱 告白的祈求 活在我上 甜蜜的牵扎 终于看见你了 却又想跑走 我会继续 我感觉到你了 不izations 我会想要你了 我会继续 我会继续 和你一般 我会继续 就在你了 我会变得 我会继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